国家安全是国之大事 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 但有极少数人 本是炎黄子孙 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 却甘当内奸 暗中勾结西方反华势力 从事反中乱港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些人最终都将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国家安全机关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此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我们来看看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一起重大案件 2019年6月 香港修律风波发生后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 境内有大量资金通过非法途径流向香港 用于支持反中乱港活动 在对这些资金进行追踪后 幕后金主李亨利逐渐进入安全机关的事业 李亨利原名李沪祥 1955年出生于上海 在国内经商 在改革开放初期 他就与境外人员开始合作 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 截取了第一桶金 然后逐步发展起来 他的公司资产达到了一级的规模 生意上的成功 并没让李亨利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 李亨利因引诱妇女卖淫和诈骗 两次被公安机关处理 他对政府的怨恨和仇视开始滋长 后来他逐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完全西化 用他自己的话说 只要是对中国不利的事情 他都会不遗余力的支持 为了生意上避税 李亨利早年入伯利兹集 但他对某西方大国极度崇拜 平时都以该国华侨面貌示人 一直以来 他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和公司的员工 都认为他是西方某国的身份 甚至他还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在对外交往的时候 也要说明自己是该国人员的身份 李亨利是典型的两面人 他在与政府官员接触时 极力表现出自己是爱国商人 而私底下 他却毫不避讳自己反华的思想 每一年他还会组织自己的员工 赴某国参加一些反华宣讲活动 他还会在回国后要求自己的员工 每人撰写一份心得体会 凡是没有达到他要求和标准的员工 都会收到他的无端谩谩 有一些员工对此表示了质疑 甚至还差点丢了饭碗 虽然在国内经商 但李亨利频繁到境外参加各种反华活动 刺激搭食其中的反华投面人物 2009年 李亨利在某西方大国参加一场反华活动时 遇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反华分子杨某某 在这次聊天中 李亨利认为杨某某是与自己灵魂完全契合的人 他们可以一起完成所谓共同的政治抱负 李亨利当即向杨某某表示 自己不仅可以对杨某某组织的反华活动进行支持 也有实力对他进行金钱上的资助 没过多久 杨某某就联系了李亨利 李先生你可以捐助我们吧 他说你看过我们的网页吧 他就说能不能支持一下 我说可以啊 李随即捐赠杨2000美元 这是李和杨建立正式交往的开始 自此以后至今长达时间左右时间里捐助的各类资金就达数十万美元 在资助杨某某从事反华活动的过程中 李亨利为了把钱转向境外 处心积虑费尽了心思 今晚我已经到日本 钱千辛万苦贷出来了 但还要存银行也一样难 所有的钱你都要走过通过地下途径出去 我一般都是通过组织我们公司的同事 还有我自己经常出去 每次都按照合法的规定的最高限额带钱出去 就是每个人按照规定到银行换5000块钱带过去 我们二三十个人每次 在与杨某某勾连的过程中 李亨利并非对钱的去向不问不问 有时他也会对某笔资金的使用方向提出自己的要求 例如在2018年的下半年 某国议会将会进行选举 这个时候李亨利就向杨某某明确提出 要向部分反华议员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并希望通过杨某某之手 对这些反华议员进行一个资助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 李亨利持续跟进这件事的进展 频繁与杨某某进行联系 这是当时两人来往的信件 我们支持的人多少选上了 我们支持的只有两个没选上 李亨利对于任何可以搞乱中国的机会都不放过 他对香港的动向十分关心 早在2001年就去香港参加反中活动 并对这些活动进行捐赠 2011年反中乱港分子长矛梁国雄 频繁通过扰乱立法会秩序的方式阻碍香港立法会的正常运作 也由此在香港的政治圈获得了一些名气 2011年的6月 李亨利慕名前往香港 与梁国雄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面 当时他们就香港问题互相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直交流到深夜 2014年香港战中事件发生后 李亨利增加与境外反华分子和反中乱港分子联系的频率 持续关注事件走向 当时香港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挑头参与战中活动 引起李亨利的注意 在得知杨猫猫与周永康相识后 李亨利主动提出想与周永康见面 当面表达他对周永康的支持和赞许 一个很远的地铁站 我说我已经到了 他说我就站在你后面 后来他一看我年纪这么大 他本来叫我亨利哥电话里 后来他说应该叫你亨利说 这次见面 李亨利想与周永康合影回去炫耀 但又碍于自己长者的面子 于是让他的亲戚在远处偷偷拍下他与周永康见面的场景 李亨利对周永康说 在香港的年轻人中你是很出色的 你做得很好 我希望可以支持你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 在获悉周永康即将前往欧洲某国参与某反华论坛活动 并且接受培训的时候 李亨利当即表示 愿意为周永康支付当次赴欧洲的出行费用 一天后李亨利专门前往同龙湾的一家旅行社 为周永康购买了佛欧洲的机票 2019年6月 香港修例风波持续发酵 李亨利兴奋之余 加减了与杨某某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勾连 这时杨某某说 还有一些重要的反华活动缺资金 希望得到李亨利的支持 我就给了他张两万块的旗票 就是没有日期的 但是我跟他讲 你一定要等到我打你电话你才可以进去 后来就是一直没有机会把钱弄出去 当时李亨利的企业现金流非常的紧张 于是他动起了通过思客印章 制定虚假合同 虚开政治罪发票 虚假提高公司营收等方式 骗取国有银行数以百万计的贷款 我就是把这个借来的贷款来的五百十万 通过地下汇队汇出去以后 我把它汇到我的私人账号 最终这笔钱流向了身在今晚的杨某某手中 杨某某利用这样一大笔的资金 去支持自己的反中乱港活动 李亨利为支持反中乱港不遗余力 倾其所有 在李亨利的支持下 境外反华分子有了充裕的资金 在他们的操作下 香港反对派代表团得以与某西方大国高级官员直接见面 在李亨利的资助下 境外反华分子杨某某多次将黄之锋 周永康 罗冠聪 张昆阳等反中乱港分子引荐到境外 与该西方大国的反华政客 甚至是高级政府官员会面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编造中国压迫人权 香港警方暴力执法等所谓证据 污蔑中央政府涉港政策 勾结该西方大国反华政客介入香港事务 2018年 李亨利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在与杨某某在境外会面时 偶然得知某西方大国正准备研究出台涉港制裁法案 而杨某某有机会参与其中 李亨利当即表示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也想表达一下 随后杨某某就运作李亨利以境内香港问题专家身份 参与到这样的一次闭门会议当中 西方反华议员在得知李亨利长期在境内经商 并且熟悉香港情况后对他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 在这次闭门会议中 该西方大国采纳了李亨利的意见 炮制了其他更为恶毒的制裁条款 作为了解中国情况的华人 李亨利在该西方大国出台香港事务法案的过程中 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一个华人提出这些建议 使该西方大国对我们的打压和遏制更具有杀伤力 这是典型的汉奸行径 2019年11月 李亨利因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在该案中 李亨利主要是通过提供资金 场所给境外反派分子予以支持 根据刑法的规定 李亨利的行为构成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该罪是性质极为严重的一类犯罪 情节严重的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1年4月2日 李亨利因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这是一起吃中国饭 砸中国碗的典型案件 李亨利之流出生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 生意也在中国 他们利用中国的改革红利赚起了大量的钱财 但是他们将这些钱财用以资助境外反华势力 支持反中乱港 他们的行为给香港的社会政治稳定 和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我们国家安全机关警告李亨利之流 无论你是站在幕后的金主 还是站在反华的前沿 只要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或者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我们国家安全机关绝不手软 毫不留情 将依法以严厉打击 这一案件再次表明 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十分错综复杂 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 对此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 战略自信 战略耐心 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 是保障人民利益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维护国家安全 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全社会要共同携手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起构筑 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